台湾曾經是全世界的水量 投到相關平衡最大的財政國 出口比率將全世界七星 但雖著大環境的變遷 和環保意識的興趣 在全歐金這則搶的生產量 快速下降 目前已經占不到全球產量的四星 以保留人家是台湾的全歐金 已經退時間 其實他們只是全行 而且持續為台湾賺大量的和會 像到大門旁邊就設立一則污染池標誌器 生態為在公司産品經理趙志炎標誌 那是在這連續到環保單位共出站 這有意想環保協會出現 這幾年來 全國已經雙關主流漸漸變成 最後是土地和環保的問題 雖然部分的雙雙重重重疑 但其實已經都留在台灣 水龍頭產業的話 其實在我們彰化地區 其實已經有六七十年以上的歷史 在民國三四十年的時候 我們彰化頂灣坡地區 從非常簡單的一個小五金的生產 然後慢慢的轉變成生產水龍頭代工的一個群聚 甚至在民國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水龍頭 都是在我們這個彰化地區生產出去 所以我們才會有水龍頭的故鄉這個名號 經過了產業外移還有各式各樣的發展 雖然說目前不像之前有佔了這麼大的比例 但是整個在亞洲華人地區 生產水龍頭的每個區域的技術 或者是生產的能力 都是從彰化地區整個散播出去的 所以現在彰化地區不只是水龍頭生產的故鄉 甚至也是我們水龍頭生產的技術 能力的一個故鄉 如果你想做水龍頭 來到我們這個地區的話 甚至你只要負責賣就好了 有人幫你設計 有人幫你生產 然後是各式各樣的零件 在我們這個地方都可以很容易的 找到品質非常好 然後在台灣生產的東西 水龍頭生產的東西 水龍頭其實帶到各自 調某不同的方向轉型 因為他知道的 轉型都轉到最多的成功 上台公司也是轉工設計 這個部分因為主管和客觀的因素 所說的工業4.0的機械手臂 也將會很快建立水龍頭 這座三山 正經理表現 台灣的水龍頭這座品質很高 正在面上因為使用創作的成立方向 後來台灣這座的水龍頭 很容易派去 還有落差 其實保養的捕捉是相當簡單 水龍頭保養的話 我是建議大家 最好平常就拿軟布 沾水 擦一擦就好 上面一定會有水垢 因為台灣的水質 在全世界比起來已經算很好了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蓋花屋 這種時候的話 可以大家在市面上 很多那種賣場都買得到的 中性清潔劑 它是專門清潔金屬表面的一種產品 把它塗抹在水龍頭表面上面之後 靜置10到15分鐘之後 拿軟布沾水擦掉就好了 民眾只要用盡開的方法 就算是稍微水冷頭 也可以在水龍頭 使用很多年以後 就清潮時度倍一樣 新中華新聞 立面紅和比彩虹報道